507這個空間其實真的很舒服 就是它的地板是很光滑的 也不會太硬 其實真的一個蠻寬敞 然後明亮 然後又方便的空間 它這個場地 其實真的對無辜來說蠻方便的 因為通常我們在公開的場合 如果要用免費的場地的話 通常這樣子的空間是沒有插座 可以讓大家使用的 那我們要放音樂的音箱 只要它沒電 我們就沒有辦法繼續用音樂練舞了 基本上這邊主要練舞的族群 還是以學生居多 通常的話其實尖峰時間 大概是5點到晚上9點 因為場地是大家都可以用 所以會有學生拿書包啊 或是拿音箱提到來站位置 我覺得507是一個蠻新的練舞場地 我會想要介紹朋友來這邊 因為我覺得這邊空間很大 鏡子很多 環境也很舒服 我很喜歡 而且重要的是沒有時間限制 練舞時間比較彈性一點 比較不會有人虛感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新的空間 給街舞的人使用 我很喜歡這個空間 之前是在網路上 因為有一些跳舞的朋友會分享 507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新的練舞場地 然後我因為是在地人 所以來這裡練舞很方便 然後交通也很方便 比起一般室外的場地 507它其實一直都看起來很明亮 然後也有保全很安全 之前新北市政府 一直有在辦街舞的相關活動 我都覺得這個舞台 是舞者真的非常需要的 而且對文化上也非常有幫助 成立HERA這個舞團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在藝術的部分 跟商業的部分做一個結合 我覺得看到比自己更優秀的舞者 或者是不一樣的表演 不一樣的Style的時候 都會是讓彼此成長一個很好的交流 希望政府們可以繼續支持 我們做這件事 繼續給我們更多的舞蹈比賽 或演出的舞台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